全部馬不准备妥當第三場賽事 三班千二 暫時大熱是四 隨時起步 王騎還未舉起 王騎舉起隨時起步 一開閘的時候前面快閘的馬有埋變的氣勢 外面是嘉應高昇 再見到第三位是高俊明驅 嘉義馬第四位太陽星第五位 第六位以戰得勝 後面的四隻綠色帽就連連歡呼 外面是太陽拍檔 尾以落滿罐包了落尾馬 暫時是拍馬難追 過這個八米斷柱 前面佔先的馬外面位置就是嘉應高昇 氣勢就是內蘭的第二位給你 第三位的馬有中間的太陽星 內蘭高晉明驅 第五位的馬有嘉義馬 內蘭第六以戰得勝 第七位王母那隻就是太陽拍檔 後面三隻連連歡呼 走內蘭 尾之就拍馬難追 包了落尾 是落滿罐來的 好了 最後直路了 嘉應高昇貼欄先的 氣勢外面開始追他 在後面的馬 還有這隻高晉明驅在第三位 以戰得勝第四 在後面有個太陽拍檔 入面拍馬難追 最後二霸氣勢在外面 埋變嘉應高昇 再見到後面的第三位 有這隻高晉明驅 以戰得勝上了一點 最後一霸還是單打獨鬥 埋變嘉應高昇 外面的氣勢 扭上扭下 哪隻贏呢 相當接近 外面的氣勢 好像是佔仙啞 埋變嘉應高昇 兩匹馬 真是單打獨鬥的局面 上次贏得來 今次 似乎都很有機會再贏你 外面的氣勢 埋變嘉應高昇 扭上扭下 第三名以戰得勝 第四名高晉明驅 還是蔡宇漢 氣勢強一點 好像終點前 都壓到嘉應高昇 最後就是 次元本來的兩倍 麥道朗勝出 第二名四位 嘉應高昇 潘道大元本 第三成名都很近的 八號的以戰得勝 八道第三 第四位就是九號 高晉明驅 又是單打獨鬥 到最後的局面 今次反過來 氣勢 他走 嘉應高昇走 他克服了外擋 早段很積極 大家看到潘頓 騎幾步出來 看看有哪些 檔位 這次的磅都拉開了少少 檔位都氣勢好些 但這次 大家都是快時間的 大家都厲害的 的確是 頭段都拍著來鬥 1分08秒93 今日的時間當然是快 比準時間快 對 他才能接擊到潘頓 怎樣呢 接封馬 又送行馬 又客船馬 全部都他 那客船 又要等他回來 等大賽先 大賽先出 大賽先出 怎麼也有三班千二 對 今天你可能還是加7分 大賽1 下次還是三班 現在看見大尾人拉頭馬 麥獨朗都忍很久 潘頓先下邊 是天先的拉斯 你白這樣打 早段都想過 一心想著就擺錢 四連環預計派載 2號4號8號9號 派337元 四重彩預計派載 2號4號8號9號信墜 派1854元 他都洩了一輪 不是很輕易 阿SEN跳一跳 氣勢 加應高星 或者這個戰略 都未必是他最好的跑法 都未定的 他可能追人家 會再好些 但潘頓為了克服外檔 就上前 看回我的巡頭影片 加應高星是十檔的 潘頓 一梯步 拍幾下馬頸 真的要著意擺前 一陣子的關係 北刀朗就瞎著你 你進去放 我頂著你半個身位 氣勢 後面跟著內蘭包商 高進名區 然後又太陽升 街燕馬都比較生硬 二戰得勝 就排到四檔 不用留到上次包尾 手採第六位 後面是太陽拍檔 連連歡呼 最後面 落滿冠 和那隻帕馬蘭追 沒什麼特別 一場都比較平淡的賽事 步速偏快一點 頭兩段加起來 比標準時間 快了接近有半秒 這個局勢發展 對他們的氣勢最有利 賽前就是擔心 他要自己放 你要自己放 別人追你 就會比較吃虧 現在你追別人 局勢就不同了 對 以戰得勝的跑法 決心拿個Pay 即是不跟你搶 你們鬥搶死 那我就不斷過一隻 希望拿到第三 如願以上 至於其他馬 就沒什麼特別了 例如那些 落滿冠很頑 連電歡呼不追 甚至太陽拍檔都普通 加以馬不對版 出來都說 急得太 這些馬就等他情緒定些 先 分段時間頭段23秒38 第二段22秒29 末段23秒26 總時間1分08秒93 比標準時間快接近有一線